午餐跟晚餐都是照樣吃的 如果其中一餐吃的特別好吃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Algi頻道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在這兩個星期 就是說這14天裡面 我每天至少會用30分鐘以上的那個小菜 而在這14天裡面的緊張 都會看到哪一些的效果呢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那我們一起去看吧 Check it out 流汗流到眼睛都有 你看那些汗水 真的不是開玩笑耶 你看還在流 剛剛就做了20分鐘的腹部鍛鍊 所以這一次呢 就是有看到一個DJ呢 他要challenge2 week 做workout 那個before跟after的分別 所以我今天呢 就第一天來挑戰這個2 week 的運動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運動不單止只能瘦而已 他還能讓我們健康 讓我們的肌肉結實喔 結實才不會看到白白肉咯 看到完了嗎 你看看 真的流到蠻爽啊 最近流汗 今天呢 就是14天挑戰的第二天 FUKA 所以呢 我剛剛是做了5分鐘的FUKA 還有就是15分鐘 下半部念臀部的運動 還有多一顆15分鐘 爆汗燃滋的運動 總共今天呢 就是有35分鐘的運動啦 所以呢 爆汗 運動 爽啊 明明就是很眼神很想睡覺 運動過後整個 身體的荷爾蒙都 細胞都很有精神了啊 所以運動 重要不重要 讓我們一起來動吧 今天啊 又來爆汗了 看到嗎 今天呢 就是14天challenge裡面的第三天 是我剛剛只是做了10分鐘 臀部的端念 所以呢 我還有剩下至少20分鐘的端念 才達到我每一天的30分鐘運動量喔 雖然10分鐘的那個汗水 不是很多 但是也是有喔 看到嗎 哈哈 哈哈 所以 所以 運動 行不行 只要看我們的意志力強不強喔 14天challenge 要一起來挑戰嗎 那我們一起來加油囉 第4天來啦 今天是14天挑戰的第4天啦 大家有看到了我的汗 汗水 真的有汗喔 剛剛呢 剛剛呢 我就總共做了35分鐘的運動量 包括呢 10分鐘針對腹肌運動 10分鐘針對手臂還有我們的核心 這個部位的運動 還有一個就是15分鐘燃燒脂肪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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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 得運動囉 真的太爽啦 誰說 放工後就沒有時間運動呢 平時我現在放工了 大概回到家的7-8點吃到晚餐來 8點多 所以我的運動都是在晚上10點過後才進行的 所以不要給自己藉口 短短30分鐘一天 挑戰兩個星期 就會有看到不一樣的自己囉 所以大家 在這段MCO期間要加油囉 鍛鍊身體 增強免疫力 打敗 冰毒冰毒冰毒 只是10分鐘 今天流汗流到特別多 真的每一天的流汗量都是不一樣 而且也要to spend on 環境 會不會悶熱的時候 剛巧就是 今天我沒有開風扇 平時我沒有開風扇 That's why 流汗的那個速度也不一樣 但是10分鐘可以流到這樣多汗 真的十分之爽耶 所以今天 第14天挑戰的第5天 我還有20分鐘的運動量 就可以完成今天的運動啦 挑戰朋友一起來加油吧 來來來來來來 來看不要汗 真的很多汗 我剛剛呢 就做了30分鐘的運動啦 所以今天是14天挑戰的第6天了 大家看那些汗 哦 還在溜了咧 我剛剛做了三組運動 分別是第一組呢 它是針對我們的腳下腰的困難 然後第二組呢 是針對我們的屁股跟臀部的部位 第三組呢 就是針對我們的小臂 還有就是我們的胯核心咯 所以我今天呢 第6天挑戰是比較早做的 因為等下我就要接種疫苗啦 所以我就要提早做這個運動 是避免等下接種疫苗之後 有發生什麼事情的畫面 就是可能發燒的話啦 那體力就會下降 那就是沒有什麼力會可能做運動啦 所以我就提早做了 然後明天再打戰咯 所以有接種的朋友那就加油咯 多厚水咧 記得有接種的朋友咯 所以明天再見咯 哇哇哇哇 又來包安 今天是 14天挑戰裡面的第7天 也就是說已經來到 一半50%的挑戰咯 所以呢 我是剛剛呢 做了30分鐘的運動 這運動呢 是我昨天下午打了vaccine之後 我今天就來運動啦 哈哈哈 基本上呢 我的體力還是有的 所以 一天30分鐘還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剛剛是做了 分別有 10分鐘 針對下半步度難 不難 然後還有另外10分鐘是 針對下半步的訓練 還有另外一個10分鐘就是 針對我們的腹肌訓練咯 要有11條美美的線就要鍛鍊咯 所以說 打了vaccine就沒有力 那要看我們的免疫力有多強咯 基本上我是沒有問題 哈哈哈 我今天就來到14天挑戰的第8天 所以今天也是打了vaccine之後的第二天 差不多要接近第三天了 所以我剛剛是做完了30分鐘的運動 包括10分鐘手臂運動 基本上這幾天我打了vaccine之後 我的手臂是 你看有紅掉是嗎 對 就是會麻會痠 但今天的狀況是ok的 我還能做到10分鐘手臂運動 證明我的狀態是還可以咯 好啦 又輪到時間來流汗爆汗啦 今天呢就是第14天挑戰裡面的第9天了 所以我剛剛做完了30分鐘的運動 分別有三組運動 第一組呢就是針對我們的下半部的身體分裂 然後呢第二組運動呢就是針對我們的那個下蓝 渡男的部位 然後第三組的運動呢就是針對我們的手臂還有我們的核心鍛鍊 所以今天呢就是也是打完vaccine之後的第三天 今天的精神真的好得不得了啊 所以我還有5天運動挑戰我就可以完成我的任務了 所以要挑戰朋友跟我一起來吧 好今天第10天了 14天挑戰已經來到第10天了 所以我剛剛呢就是做了30分鐘的運動 所以就是分別有三組運動 第一組呢就是針對跨核心還有就是手臂的運動喔 而第二組呢就是針對我們的下半部渡男的部位囉 然後最後一組第三組的運動呢就是挑戰腹肌的運動 所以我還有4天的挑戰就可以完成我的運動挑戰14天了 所以還沒有挑戰朋友你們接受這個挑戰了嗎 哦好不容易來了 第11天的挑戰 也就是說我還有3天就完成我這個14天連續運動的挑戰咯 然而呢今天呢就是會很不巧的今天就遇到我的be ready 第一天來 但是我也沒有放棄連續運動這個挑戰咯 所以我剛剛呢就是做了30分鐘的運動 分別有第一組呢就是針對我們的下半部燃燒脂肪鍛鍊 然後第二組的運動呢就是鍛鍊我的手臂還有我們的核心胯 然後呢最後第三組呢就是鍛鍊我們的下男喔 是裝肚鍊的部位 所以呢運動是沒有藉口的只要我們想要 就好像賺錢那樣你想要你就會找到方式去賺錢咯 好啦第12條來報案咯 所以我今天呢就完成了應該說我剛剛完成了40分鐘的運動 而早上那輪呢我其實已經完成了15分鐘瑜伽的運動 那這個運動呢就是喚解我的生理器的疼痛 就是要保養子宮的一種瑜伽運動咯 所以加上剛剛的10分鐘的運動呢是分別有三組運動 就是15分鐘 念臀部 還有就是緊致腰部的運動 還有15分鐘 全身燃燒脂肪的運動 還有一個10分鐘 就是下男減肚男的位置咯 所以呢運動呢就是看我們的意志力有多強 真的不是開玩笑咯 只要我們想動一定會想辦法去動咯 剛剛完成了35分鐘的運動 所以呢 before我starting的時候我就來5分鐘的play 然後呢就做一個30分鐘的運動 分別呢是兩組都是針對下半部的肚男 因為我下半部肚男比較大 然後呢第三組運動呢就是針對我們的手臂 還有就是核心化咯 還有就是核心化咯 所以今天已經來到第13天的挑戰了 還有一天就要完成14天的運動咯 是連續14天咯 所以運動難不難 看我們要點哪裡咯 今天是最後一天第14天的挑戰咯 我剛剛呢就是做了35分鐘的運動 一共呢就是有三組運動 分別是第一組呢是針對我們臀部 給我們跳又圓的臀部哦 還有就是它會針對我們的腰圍 塑小我們的腰圍咯 然後第二組的運動呢 它就是針對我們的下部肚男 對我的肚男很大 所以我經常都會做肚男的運動咯 然後第三組的運動呢 它是針對面腹肌 對就是要讓我們的那個腰圍開起來跟解實咯 這兩個星期14天的挑戰 每天30分鐘 運動挑戰成功咯 你們運動了嗎 剛剛大家現在已經看過了這14天裡面的那個程序 是怎麼樣呢 我每一天 事情都會拖上30分鐘以上 分別這兩大三組的運動就是要達成 我要請在你這個目標 所以一次我們在這個運動之後呢 我們怕人就會補充一杯 好 給你解決 它就是可以幫助增加肌肉 增活 讓我們的肌肉解實咯 這樣請看大家會有腹肌 會有白白肉 這樣我們才可以跟白白肉說 白白肉 哈哈哈 對不對 但是很怕有白白肉這個現象 特別是女性啊 過了25歲之後 我們的精神在變變慢 還有就是我們的膠原大白狂 那整個不緊張 雖然可能我們是整個身體 所以那個肌膚都會變成 其他屬於店家 所以就是為什麼 除了飲食之外 運動也是對我們很重要呢 讓我們大家看一下 哇 這個就是4天 我的那一個樣子 看了之後 大家是不是很想看 after的那個照片會是如何呢 剪一片 掰掰 這個就是我after之後的照片 你想看到那個東西會在哪裡嗎 哈哈哈 稍後我會放一個更大的那個 forward off的照片給大家觀看 我成立了在這14天的期待呢 我是完全沒有去秤 我是多少公斤 我的脂肪率有多高 我的mars呢 是多少percent 是我們不算 是以你個人 肉眼看得到的那個效果 而是蛋的 其實蛋的是兩個星期 我這方面呢 除了晚餐再一餐呢 是奶帶餐之外 我平餐跟晚餐都是照樣式的 如果其中一餐吃的特別多之後 下一餐就會減少 只要我們一天知道 裡面吃的卡路利是多少 如果今天超過了 一天就減少 再balance回去 就不怕胖咯 所以是不是很簡單呢 其實呢 這個不算減肥 可以說是 養生的其中一個秘訣咯 所以喜歡這份影片的 大家請分享 繼續給更多人知道 喜歡影片記得幫我 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一位 跟這間 來囉 記得來要增加雞肉喔